想要光鮮亮麗震上舞台可不簡單 跟著老師聽著音樂走出動感 還要走出自信 在地內國中的黑盒子劇場內 學生不只是接收者 更是分享者 想要當幕後的導演 還是設計師 或者是目前的模特兒 孩子們探索內心世界 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 我終於上新聞了 我覺得非常開心 我對這次上課很有興趣 但是我應該不適合當模特兒 這個角色 比較適合運動員 我在電視上看到模特兒走秀 跟那個練習的時候不一樣 練習的時候比在那個 電視上的時候看的那個還困難 我喜歡來這邊體驗 我覺得我以後不適合當模特兒 因為我沒有自信 我覺得當模特兒真的很辛苦 因為他們走秀的時候 要給服裝設計師看一下他們的服裝 或是走秀的時候要先 前面要先練習很多東西 探索過程中 讓孩子了解各行各業的樣態 國小端的老師們積極爭取上課機會 我覺得我們班的小朋友 表現得都很好也很棒 然後也很開心能夠來參加 這樣一個節目 透過學生的多元的學習 能夠找到自己的興趣 然後展現自己的所長 職業試探中心不只為國小端學童 帶來身歷其境的劇場體驗 更是國中端孩子表演藝術課最佳的舞台 他們能夠有這個機會去職業試探中心 他可以試探到這六個子群 都能夠有機會去做嘗試 那我們還有開寒暑假 所以真的是以基隆士的優勢來講 我覺得距離近 然後職探體驗呢 其實是很方便的 那當然他設立在我們地內國中 對我們地內國中的孩子 更是有優勢 是我們就是舊禁 所以我們也曾經 針對我們的七年級八年級 我們曾經做過商館職群的體驗 就整個七年級全部都上商館去 然後會用一個半天的下午 那孩子就是都在自己的學校 然後去上一項高職端的老師 他怎麼來帶這樣的課程 曾經有試過就是八年級 在那個表演藝術剛好上到彩妝 那我們的小島表演藝術老師 他會覺得說 那我就就近利用職探中心的黑盒子劇場 我們來做彩妝的課程 就一個下午 把他彩妝的課程去做完成 那學生也會去學到很多有關於 這個藝術職群彩妝這一類的部分 那我覺得 基隆市能夠有這樣三所的 職探中心的這樣的設計 真的是 對於國小端 國中端 對未來的職業 他可以有更多的想像 職探中心 提供不同行業的試探 及體驗機會 讓學子了解各行各業的職業樣態 記者蔡小鈞採訪報導